腹瀉憋不住 好急好急 冲廁所 新冠确诊常见的症状之一 就是腹瀉 另外还有咳嗽沙哑 全身酸痛 有气无力等等 就算好转 也可能还是有后遗症 不只吃药还能食补 咳嗽就喝那种 很多汉果 我先去看医生 去看医生 有问题找医师 医师说要缓解这些劲头 可以从吃下手 有气无力补充维他命B 南瓜 糙米饭 都是不错的选择 咳嗽则能吃维他命C 喝发泡定 也能吃奇异果 巴勒 要是全身酸痛 要多摄取淡汉鲑鱼 腹瀉则可以补充电解质 每天一定要喝2000cc的水 腹瀉可以先空腹 不吃东西 但是不可以不喝水 所以还是要适量补充水分 鱼油或是比较油脂蛋白的部分 可以帮助我们身体的组织 做一些修复抗发炎 每个人确诊出现不同症状 腹瀉的喉咙痛的 全身无力的分门别类 透过饮食缓解病痛 摄取足够营养素 才能加速痊愈 记者韩智信网上 SNG小组台中报道